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喵戴莉的塔羅占卜頻道 我是喵戴莉 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 大家在個人占卜中常常問到的問題就是 對方到底有沒有把你放進他的未來規劃中呢 他到底有沒有計畫要跟你交往 那今天的三個選項 又是三星堆的文物系列 今天的第一個選項是 呃...鳥 鳳凰 神鳥 第二個選項是 青銅的桂枝 青銅的人像 桂枝 我很喜歡這一個 是很可愛 第三個選項是 青銅我都很喜歡 就是 各個各個特點 這個是鐘喔 他可以掛起來 然後這樣子 風鈴 這是鸚鵡的形狀的風鈴 是鸚鵡嗎 一 二 三 那我們就從選到第一組的朋友先開始囉 首先來看 選到第一組的朋友 嗯... 對方對於你們之間 他現在是怎麼想的呢 第一組的朋友 我覺得你問的這個人其實他還蠻害怕遇到騙子的 我們抽到的是保健二的逆味 代表說其實他這個人 對於感情是還蠻... 呃...該怎麼講 就是他會覺得世界上騙子很多 那他絕對不要當那個冤大頭 他非常的害怕別人會背叛他 或者接近他都是別有用心 所以我覺得他不會輕易的相信一個人 然後在感情中我覺得 嗯...他就是那種遇到感情會不知所措的人 然後他分辨不出別人到底是真心 還是虛情假意 所以我覺得他的猶豫都是來自於 嗯...他懷疑別人的動機不單純 對他別有居心 然後我們抽到的是權杖逝者跟權杖八 代表說其實你們的關係早就有所突破了 到目前這個階段 其實在他心裡你是一個很可靠的 年輕有為或者說 呃...前途光明的一個人 然後他會認為說 呃...跟你相處就是一種 還蠻有趣的感覺 他甚至會希望說你們可以有更多的進展 所以他是慢慢慢慢在信任你的一個過程中 他會認為你...呃...值得信賴 然後... 但是你問的這個對象 我們抽到的是權杖八嗎 有一個含義是說 他其實還蠻忙的 就是忙到沒有辦法思考太多關於你們的事情 那如果你們有度假 或者說他有假期的時候 我覺得他會非常的希望說 或者說你們可以一起出去走走 或者跟你有所進展嗎 他其實還蠻期待你們之間可以有更多的發展 如果你們有遠距離的問題 我覺得他會非常的希望可以跟你見面 然後我們抽到的是皇后排的正位 代表說其實在他心裡你是一個還蠻可愛的人 然後他想到你就會覺得是那種戀愛的滋味 他會希望說你們可以慢慢就是在彼此越來越了解之後 兩個人如果很適合的話 他會希望你們可以走向訂婚啊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他是想要有所承諾的 而且他會希望說 呃...如果你們是遠距離的問題 他會希望你們可以就是變成 有更多的時間近距離的相處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啦 他...就是有在思考你們的關係 然後... 可能你是一個比較溫柔體貼的人 就他可能真的很忙 然後回訊息都回得很慢 但是你從來就沒有跟他計較 他會覺得你很有包容心 然後又很愛小動物 讓他覺得你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人 很溫柔體貼之類的 或者說你有創造力嗎 總之會帶給他很多 呃... 羅曼蒂克的... 感覺 所以現在是你們的相處現況 他覺得你們... 就是... 我覺得他是在慢慢慢慢 越來越喜歡你的一個... 階段跟過程中 那我們再來看接下來的... 問題 接下來的問題是什麼 那他到底有沒有... 計畫要跟你交往呢 選到第一組的朋友 他認為你們之間的阻礙是什麼呢 選到第一組的朋友 他是絕對有計畫要跟你... 就是更進一步的哦 我們抽到的是Ace of Swords 代表說... 呃... 其實他真的很期待有一個新的開始 跟... 呃... 我覺得你們之間的阻礙可能真的非常的複雜 對對方來說 其實他現在的壓力很大 一方面他覺得... 如果你們是遠距離 那沒有辦法見面這件事情 讓他覺得很孤單 但是對於感情 我覺得... 他是一個寧缺勿滥的人 就是他寧可自己很孤獨 他也不要... 呃... 隨隨便便的去開始一段感情 因為他很害怕受傷 然後... 我覺得... 如果要決定跟你交往 可能他要付出... 非常大的勇氣去改變他現在的生活狀態 做一個非常大的... 取捨跟犧牲 我覺得是這樣一個狀況 可能是... 他要到你的城市去發展 然後就... 所有的事情要重新開始 還要搬家 然後他會覺得說... 為了一段感情這樣 他很害怕到最後... 你又放棄他了 就他還沒有準備好 需要你去等待他的這個時間上 呃... 他也沒有辦法開口跟你說 你可不可以等我... 兩年到三年 因為要他開口講這種話 我覺得... 他會認為有一點... 為難你吧 然後... 這樣的話 我覺得他壓力也很大 就是... 等於說... 像預訂... 那個... 或者說像簽約 然後結果... 呃... 如果他要... 違約 或者說你要違約 那... 雙方的犧牲都... 白費了 所以說他就... 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做 我覺得你們之間的狀況 真的很像... 有一部電影叫Downsizing 麥克戴蒙演的 就是... 兩個人說好 呃... 要一起... 搬到... 縮小的一個... 呃... Lazer Land上面 然後... 結果他剃掉眉毛 呃... 做完這個縮小手術之後 他的未婚期就反悔 然後就繼續留在正常的世界 就等於說是跟他... 放棄了這一段感情 變成他自己要去那個... Lazer Land 縮小的世界 那就代表說其實... 呃... 他真的很猶豫 如果他... 拋下一切追逐愛情 然後到最後會變成像麥克戴蒙這樣子的下場 我覺得... 這是他害怕的部分 所以到最後你... 並沒有要他做出這樣子的犧牲 然後... 他等於就是... 會錯意這樣子 是可能你沒有要... 跟他走到那麼認真的階段 我覺得... 他還在... 猶豫這件事 但他也不想跟你太... 直接的講清楚 因為他會覺得說... 你們之間是不是... 還是等他... 準備好的時候 再跟你說呢... 我覺得這些事情都還... 浮在空中 太多他沒有辦法去控制的事情 他就沒有把握 沒有把握就不想要... 驚動你 或者... 去搞的兩個人壓力都很大 但是他是有在思考啦 所以我覺得你們即將會有一個還蠻不錯的溝通 然後兩個人都會考慮說到底要怎麼做 會比較... 講到現實層面的問題 就是兩個人到底要為彼此犧牲到什麼樣子的地步呢 有什麼樣子的打算 之類的 我覺得他會願意來跟你好好地談一談 那... 目前就是在一個比較掙扎的狀況 如果... 可能就兩個人還沒有到那個關係 可以... 去講 去要求對方為自己做出改變 或者說... 呃... 那麼坦誠的去談這些問題 所以... 可以看得出來他很認真啊 然後他很害怕說自己認真過了頭 結果事情根本不是他想的這樣 你只把他當成普通朋友 或者說... 你只把他當成... 網友 那... 這就是他的想法 那... 就是他的猶豫跟... 他認為你們之間的阻礙 那他接下來會怎麼做呢 我們知道是正義牌 教皇牌 然後聖杯是者即聖 全杖舞的逆位 代表說... 呃... 其實... 他會想要跟你好好地談一談耶 這個是... 呃... 正義牌的正位 代表說... 他其實很想要跟你好好地聊一聊 然後看看兩個人到底要怎麼樣 可以有更多的進展 所以我覺得他是有在思考你們的未來 然後教皇牌跟聖杯是者都有 他想要去跟別人... 就是... 諮詢看看有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 我覺得他會尋求別人的意見 關於... 這一般關係要怎麼進展 然後他其實是一個還蠻想要負責任 對你的感情其實... 一直不斷在加深中 所以呢你不用太擔心 就是...這個人其實還蠻想要... 負責任的 所以他是有心想要給你一個確定的未來 然後聖杯是者有一個含義是說... 就是... 你們之間即將會有一個好消息 或者他是想要跟你訂婚啊 想要跟你求婚之類的 就他是有在思考未來的計畫 然後他也覺得說你是一個非常值得... 呃... 有一個美好的... 人生 然後值得... 就是... 該怎麼講... 就是非常值得被愛的一個人 然後我們抽到的是權杖舞的逆位 代表說... 如果你們之間進展緩慢 在今年 那就是他不順心的 那些事業上的狀況太多 並不是你的問題 他並沒有對你感到猶豫 而是他事業上的一些困境 實在是沒有辦法突破 那我覺得你可以給他多一點時間 這個人其實對你還蠻... 認真的 感覺上是這樣 那你也可以相信你的直覺啦 就是... 如果你覺得他不夠好 那就算了 我是覺得說... 可能他的經濟狀況真的有一些... 比較麻煩的事情出現 那你不要... 你也不要就是給他太大壓力 就... 兩個人順其自然 我覺得你們是會慢慢朝一個越來越好的方向 發展 那就祝福選到第一組的朋友囉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選到第一組的朋友 你要怎麼跟他相處會比較好呢 選到第一組的朋友 我覺得你們之間可能真的有年齡差距的問題嗎 就是... 然後就是遠距離嘛 就導致對方會還蠻猶豫的 可能... 你們其中一個人 就是比較天真一點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是比較... 未雨 籌謀一點 就他可能會擔心 如果他是年紀大的那一方 他會擔心很多 擔心他不夠成功 擔心他會不會限制了你的未來發展 也許你也有你的夢想要去實現 他會覺得自己是你人生中的絆腳石 那如果說你是比較年紀的那一方 那你如果是比較年紀大的那一方 我覺得... 嗯... 那他就有一點害怕要承擔很多 或者... 他也會有一定的壓力 覺得自己不夠成功 不夠成熟 沒有辦法帶給你一個... 會擔心自己沒有辦法 帶給你你所想要的生活 那其實你們兩個都有一點... 擔心來擔心去 怕對方覺得自己不夠好 然後... 又想要假裝自己很好 又會... 擔心說對方發現自己其實不夠好 所以你們其實都有一點... 隱藏真實的自己吧 那你要怎麼做 我覺得你可以跟他談成... 就是... 可以偶爾讓他知道你哪裡... 其實你也沒有那麼完美啊 或者說... 偶爾讓他看到你的真實狀況 然後他... 我覺得他是很樂意讓你看到他的... 就是比較... 焦慮的那些事情 他其實是很想要跟你分... 分享或者... 希望你可以安慰他 我覺得如果你有意無意或者... 盡情地展現你比他優秀的地方 雖然說他很欣賞你 可是... 他會慢慢慢慢越來越... 不自信 就是... 他會變成... 他如果有一些黑暗的狀況 或者... 很糟糕的... 一些挫折... 這種... 我覺得他會不敢跟你說 因為會擔心... 嗯... 如果你對他有所期待 你期待他是一個很成功的人 或者說你期待你的伴侶 是一個很成功的人 這都會讓他就是... 害怕那個壓力 而不敢跟你講太多 就有可能會... 嗯... 報喜不報憂這樣 如果你是比他成熟的那個人 那如果他是比你成熟的那個人 嗯... 我覺得他... 也就... 不敢跟你分擔他的 就是... 認為你不是那個會願意分擔他 糟糕狀況的人 我覺得他會隱瞞你 嗯... 然後隱瞞到自己... 就是... 那個壓力大到喘不過氣這樣 那... 所以你就... 我覺得... 要讓他認為你是一個可以包容他的缺點 包容他不夠成功 或者說... 包容他遇到事業困境 事業瓶頸 嗯... 我覺得這樣... 你們之間會越來越順 就是... 要讓他坦誠的告訴你 嗯... 他的狀況有多糟糕 然後... 讓他知道說你是會擁抱他的所有缺點 然後... 可以原諒他犯過的錯誤這樣子 比如說... 在事業上做錯決策啊... 等等... 嗯... 不管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覺得... 你都要讓他知道你很需要他... 在身邊... 或者... 嗯... 嗯... 讓讓他知道他是... 獨一無二... 不可或缺... 嗯... 沒有人可以取代的存在在你心裡 然後... 如果他是女生的話 你就要讓他知道你很想要照顧他保護他 那如果說他是男生的話 我覺得... 嗯... 你要讓他知道你很需要他的照顧 你很需要他的陪伴 然後... 就是... 你要讓他覺得他是... 足夠強大來保護你的人 有時候你可以讓他看到你柔弱的一面 這樣子 我覺得... 適時的讓他看到你的缺點 讓他知道... 呃... 你的脆弱 都會讓他想要... 維護你 或者說... 維護你的... 維護這一段關係 然後我覺得其實他是希望你們就是... 不管離得多遠 或者說不管你們之間會遇到多少阻礙 呃... 他都是希望可以跟你形影不離 然後... 該怎麼講 彼此心裡都是有對方的 所以我覺得他是非常希望說你們之間就是... 不管怎麼樣都不要斷掉 那感覺上好像不太可能會有結果 但是... 我覺得他是很想要... 呃...該怎麼講... 他是很想要跟你... 有一個未來的... 那這就是可以選到第一組的朋友的解排囉 那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解排 請給我按個讚 或者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也非常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打開小鈴鐺 那如果你真的很擔心對方的話 你可以就是... 每天讀一品地藏經 然後... 回向給法界所有眾生 回向給你的歷代祖先冤親債主 回向給對方 回向給對方的歷代祖先冤親債主 然後他的事業困境... 之類的... 事業困境的因跟果 然後你可以許願希望他能夠從這個事業困境中慢慢走出來 找到解決辦法 能夠有所轉機等等 那就祝福選到第一組的朋友囉 希望你們可以... 就是... 幸福快樂 然後我要身體健康 選到第二組的朋友 首先我們來看... 呃...你心裡所想的這個... 曖昧對象 他認為你們現在...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狀況 選到第二組的朋友 我覺得你問的這個人 其實他... 呃...可能... 過去一年剛結束一段感情 我們說到的是聖杯舞的逆位 然後...聖杯國王的逆位 代表說... 如果這個對象是... 女性的話 我覺得他在一個... 呃... 厚恨全世界男人的階段 那如果說他是男性的話 就表示他其實... 現在就沒有想要認真的談戀愛 有一點... 嗯...覺得... 愛自己比較重要 然後他會重新考慮就是... 感情在他生活中到底要佔多少比重 可能本來他會分一半的時間給感情 呃...好好的陪自己的另外一半 現在他會覺得說... 我只要自己過得快樂 然後其他人怎樣 不關我的事 那...暧昧 那就暧昧就OK了 其他就不必了 所以我覺得他... 如果說他是女生的話 他就是在一個極度不信任感情的階段 那如果說他是男生的話 我覺得... 他現在就只是想要... 曖昧而已 沒有想要繼續往下走了 然後我們抽到的是... 全杖八的正位 代表說... 呃... 其實他最期待的還是在... 事業上有所進展跟突破 所以說他會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忙 那如果說你們... 就是... 如果他有... 假日的話 我覺得你們是可以見面的 或者說... 你們會因為一起... 旅行 還是說一起... 呃... 可能是公司的一起出差這樣子 然後有一些相處的機會 那我覺得... 他認為... 你們之間就是在一個慢慢了解的狀況之中 就是在慢慢了解彼此 然後沒有想要... 做什麼 就是沒有想太多 所以說對於未來 我覺得... 他並沒有... 想要... 趕快做出一些行動 或者... 把你放入他的未來規劃中 我覺得還沒有 他認為你們之間還在互相了解 所以說... 就是一個... 慢慢慢慢... 順其自然的過程中 然後我們抽到的是全... 不... 不是全帳... 聖杯七的正位 代表說... 他其實很想要... 當一個聰明的人 他會認為之前的感情 讓他吃憋 讓他踢到鐵板 所以他會想要選一個... 最適合他的人 或者說最... 呃... 該怎麼講... 就是各方面契合 而不會... 呃... 爭吵 或者說不會... 談到最後辛好累這樣子的感情 我覺得只要他... 讓他秀到一點... 兩個人個性差異很大這樣子的... 對象 我覺得他都不會輕易去嘗試 然後他也在多方考慮 就是... 不只是... 只有你一個曖昧對象 我覺得他都在篩選中 然後跟大家保持一個了解 跟認識的... 空間... 就是大家都是朋友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他就是在挑啦 像挑水果這樣子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組牌 他到底有沒有... 計畫說要跟你交往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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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P-3 role ご帶MP-5 악... p 的粉 1 所以... 有... 以 הא... 保持一方 他有把你放進他的計畫中 我們抽到的是Ace of Pentacles 錢幣手牌代表說 其實他覺得 你是 就是 發生在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之一 然後他非常的想要擁有所有的美好事物 想要擁有很多的錢 想要擁有很好的生活品質 所以說我覺得你也包含在內 然後他這個人其實還蠻務實的 所以我覺得他 他覺得第一件事就是要把他的經濟狀況改善 就是我們說到這些其實都不跟 帕羅牌為和 就是他的確認為說他的經濟狀況是你們 要繼續發展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他認為現在他走在成功的路上 走到一半了 然後我覺得 在這個階段其實他不能半途而廢 然後對於跟你之間的更進一步 其實他還蠻害怕受傷 或者 你在他最忙的時候 接受了別的追求者 其實他有很多的恐懼 然後他會認為說到底應該 賺錢還是應該常常盯著你 其實他會認為自己的經濟狀況不夠好 是不是不應該約你出去等等 其實他心裡是很想要有一個家 就是 其實這是他的內在需求 就是 在他經濟狀況改善之後 我覺得他是非常希望說可以 就是 穩定下來 在感情上也穩定下來 所以我覺得 他是有考慮過 你 然後他也有想說要追你 所以我覺得你可能要等他就是 對於自己的經濟狀況更有安全感一點 我覺得他會採取行動 只是說他還蠻害怕受傷 可能之前的感情真的讓他 碰不欲生吧 那我們再來看 他接下來打算怎麼做呢 選到第二組的朋友 異心所想的這個人 接下來他會怎麼做呢 他接下來會打算怎麼做 首先我們抽到的猩猩牌 然後是保健酒 錢必發的逆位 以及聖杯四 代表說其實 他認為你是他很理想的一個情人 就是他覺得非常的滿足 非常的快樂 甚至覺得說 你就是他的夢想 就是認識你之後 我覺得 其實有一種治療了他的舊傷 然後讓他有一種復活的感覺 然後他也非常的想要給你一個承諾 跟實現這個承諾 那 星星牌代表說 可能他會找到新的工作 但是呢 我們抽到的是保健酒 跟錢必發的逆位 代表說 這一份工作 可能他現在的工作 讓他非常的勞累嗎 錢必發有這個含義 也就是說工作太過疲勞 讓他 覺得這個工作不適合他 他非常的想要換工作 然後保健酒代表說 其實他有點擔心 其實他有點擔心 或者說 在一種 每天做噩夢的狀態之中 就是 可能是擔心他的經濟狀況 是因為有受到疫情的影響嗎 然後我們抽到的是聖杯式 代表說 他現在就是在一種 困在工作中 然後 覺得 就是 有一點行屍走肉這樣子 就是 這份工作 現在這份工作 其實他真的覺得不適合他 然後 對於你們 他認為 他要找到新的工作之後 你們才會有更進一步 或者說他才會想要給你承諾 就是 在他找到滿意的工作 然後他的經濟狀況 是他所滿意的 他才會來追你 但他會認為 你跟他之間就是 未來可能有 有可能組建成家庭的 一個浪漫戀情 所以我覺得他會跟你繼續保持聯絡 然後 看似沒有進展 但是他其實是 有所計畫的啦 我覺得 他可能一直在找工作 就是想要跳槽這樣子 所以 這是他的想法 就是他認為 工作 沒有問題之後 你們才能夠 更進一步 那我們來看下一組牌 下一組牌是什麼 那你要怎麼做會比較好 你要怎麼跟對方相處呢 選到第二組的朋友 我覺得你問的這個人 其實他還有很多的事情要處理 然後他還有很多的 課題要去面對 就是他現在其實沒有什麼心情 談戀愛 然後 他覺得自己很孤獨 嗯 肩膀上的重擔很重 可能他還有家人要照顧之類的 那我覺得 其實他有時候會需要 你可以聆聽他的一些心事 或者他沒有跟你說 那其實他還蠻想要找人聊聊的 然後可以給他一些意見 或者陪他一起研究 就是可以給他多一點想法跟意見 但是不要給他收主意 就是 我覺得他這個人其實還蠻喜歡思考 那如果你跟他是同一類型的人 或者 你跟他的工作 其實兩個工作是有所互補的話 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 然後 這一張牌是在建議你說 請不要因為 對方就是壓力很大 或者 很忙的時候 你會覺得 他都不在意你 而想要放棄 這一張牌其實是逆流而上 就是不怕困難的意思 然後去挑戰這個困難 所以說 當 他很忙 他沒有時間陪你的時候 我覺得你可以就是 先不要去吵他 他這個人其實還蠻怕被別人 很煩的 就是 他很容易給自己很多的壓力 然後就會覺得很痛苦 然後會覺得說 你們兩個真的 想法差很多 那他就會想要放棄 他會覺得說 還不如自己一個人比較親近一點 那如果說你都不吵他 安安靜靜在做你自己的事情 然後他找你的時候 你剛好就在 他需要你陪伴的時候你就在 然後 如果說他很忙的時候 你也在忙你的事情 我覺得他會 慢慢慢慢在觀察你耶 就是 就是會覺得說 你都沒有吵他 然後你都很能夠 體諒他的辛苦 我覺得 如果說你給對方 這樣子一種感覺 你們之間就會進展越來越順利 他會覺得說你就是那個罪的人 所以我覺得 對方現在所需要的陪伴 倒不一定是真實的陪伴 而是 就是精神上的一些慰藉這樣子 所以你們之間會進展得很慢 那如果說你 就真的很有耐心的話 嗯 我覺得對方跟你其實還蠻適合的 但是如果你就覺得 他都不來找你啊 他都沒有約你出去 嗯 你們之間可能就會想法 越拉越遠 就是兩個人就會 背道而馳 所以說 在這段關係中 如果你還想要繼續的話 就要有更多的耐心了 其實對方是一個還蠻怕 蠻怕別人來打擾他 但是有時候又需要 你的支持跟 精神上的鼓勵 其實他是一個很喜歡思考的人 所以說你也不用講太多 他其實都懂 那 我覺得還蠻樂觀的啦 就是 就需要一些時間去等待 然後他在 其實你們在同一條船上 兩個人都想要往前走 那不能你一直 把他往那個方向拉 那他就會跟你 就是 拉扯 所以我覺得 然後第二組的朋友 其實對方是一個還蠻需要 自己的時間跟空間 跟自己獨處的 就他真的很喜歡思考吧 那如果說你 很受不了他常常 莫名其妙消失 或者你講話他都不理你的時候 你很受不了這樣 我覺得你們就有可能不適合喔 那如果說你可以接受這樣 我覺得對方就覺得你會 你是他對的人 所以就要看你們之間 你能不能接受這樣 就是 就是 他要搞自閉的時候 然後他 然後他 反正我覺得他 在他不想做某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跟牛一樣 怎麼都拉不動 那你就不要去勉強他 我覺得你們會 會比較順利 所以跟對方相處 可能就是 要拿捏一個 就是要放鬆一點 不能抓太緊 其實他是一個 還蠻知道自己 該做什麼事的人 那 就比較適合放養 他不適合 把他關在一個 小房間裡面 這樣子 如果你想要我今天的解牌 請給我按個讚 後者留言告訴我 你的看法 也非常歡迎 你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喔 那選到第二組的朋友 你的今天是 心驚欸 是不是好幾次 第二組都是心驚 請到第二組的朋友 如果你覺得心裡很煩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做 或者你有其他的煩惱 你可以就讀心驚 然後回向法界所有眾生 回向你心裡的煩惱 或者說希望跟對方 要越來越順 那就 就祝福選到第二組的朋友囉 如果 你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也這樣歡迎你留言給我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哈囉 選到第三組的朋友 首先我們來看 對方 音信所想的這個曖昧對象 他對於你們之間 他到底是怎麼想的呢 然後第三組的朋友 我覺得你問的這個人 前一陣子可能有經歷一些非常不好的事喔 我們抽到的是保健酒 代表說他其實遭遇了一個讓他信心整個崩潰的事情 比如說被別人搗錢或者投資失利還是說失業 總之這件事情讓他覺得對於人生就整個人生好像都沒有什麼希望可言了 我們抽到的是錢幣二的逆位 代表說他其實有一點無精打采 那對於你們這一段關係 如果你跟他有分手爭執 那就是指的是這個 那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有可能是事業或者說前一段感情 所以他現在是在一個慢慢恢復的過渡期中 然後我們抽到的是權杖八 代表說其實他的事業有所好轉耶 也就是說現在這個階段其實他正在不斷的努力 然後他想要把之前如果說損失的是錢 他就想要把錢賺回來 如果是感情上有失戀 之前有失戀的話 我覺得他會想要重新振作 然後活出一個全新的自己 所以說 對於你們我覺得他沒有著墨太多耶 就是如果你是他的前任的話 那我覺得他是想要跟你復合的 因為我們抽到了審判牌 我覺得你們之間的那個熱情 可能有因為他的事業狀況 或者之前的感情 而讓他就是沒有辦法很專心的 就是注意你這個人 對他的付出 或者你們之間的互動 但是隨著他的事業有所好轉 我覺得他會慢慢又重新注意到你 然後重新愛上你的感覺 那審判牌的含義還蠻多 就是可能如果說你是他的前任的話 你們就有可能復合 那如果你們只是曖昧的話 我覺得你們之間 就他會意識到說 原來自己身邊有這麼適合他的人 然後我覺得他會想要跟你告白 或者在未來一陣子 我覺得他會想要追求你耶 就是會對你的那個熱情 重新又燃起來了 本來可能因為他的工作狀況不順 他就沒有什麼心情談戀愛啊 每天只要能夠吃好睡好 他已經就覺得阿彌陀佛了 那也因為他的事業 就是讓他有所安全感之後 他才會注意到身邊有 有一個天使這樣子 那我們再來看下面的牌 我覺得人不順的時候 身邊有再適合自己的人 他都看不見 但是幸運的時候 就是再細小的細節他都會抓住 再小的機會他都會 好好的去珍惜跟把握 所以說並不是你的問題喔 那我們再來看 選到第三組的朋友 你心裡所想的這個曖昧對象 他到底有沒有 或者說會不會 有跟你交往的計畫呢 有跟你交往的計畫呢 我覺得他並沒有把你放進他的未來規劃中 就是目前可能你們還沒有認識很久的話 我覺得他沒有想那麼多 那如果你們已經認識很久 嗯 就對方現在的狀況 可能真的不適合做出承諾 或者去想感情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的是全杖手排的逆位 代表說 其實他還蠻 就是在一個 沒有辦法去做決定的階段 然後 如果說他對你有交往的計畫 或者說他對你的感覺有超過友情 我覺得他要做出決定 或者真的認定你 或者說真的決定要跟你有下一步 那也是在超過六個月的時間之後 我們才能知道說他到底有沒有 把你放進他的人生規劃中 那 我覺得 嗯 他可能真的在一個療傷的階段 就是可能本來的感情有讓他 對於未來有所期待 或者說對於有一個家是有所期待的 然後他非常的希望說自己的另外一半是可以照顧他 結果卻離他而去 可能是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他其實還蠻討厭那種分分合合 或者到最後結果大家是要分手這樣子 然後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很容易被習慣綁住的人 所以說就是愛情長跑之後結果是失敗 我覺得他沒有辦法接受這件事 那也會因為這樣 我覺得他就很難去再次陷入愛情 那如果你是他的前任的話 我覺得複合是有望 那如果你不是他的前任我覺得 嗯 就他自己心裡的這個心結要打開 可能需要一陣子 就是可能真的要超過六個月 可能不在今年 你們之間才有可能有更多的發展 那如果你就是身邊的人 或者說是你想要讓他趕快振作啊 去跟他聊這些事情 讓他聊他的過去 甚至是他的兄弟姐妹這樣子 我覺得他都會很生氣 別人去關心他的這些受傷的過往 他會覺得你們都在接他的傷疤 然後他會覺得很討厭別人這麼做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的心情其實還蠻黑暗絕望的 那可能就真的要等一陣子了 現在要當普通朋友會比較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組牌 那他對於你們之間他的下一步會是什麼呢 就是在近期你們之間的關係會不會有什麼樣子轉變呢 然後第三組的朋友 對方接下來在三個月到六個月會怎麼做呢 我覺得對於你們之間其實他不會想太多 我們邱老師聖杯國王聖杯八女祭司還有權杖國王的逆位 代表說其實他會變得越來越理智冷靜的面對他的工作 然後他會覺得說他要把他的工作做好 那至於過去結束的感情 我覺得他會先放一邊然後改變想法去追逐他的事業 就從他會把自己的目標轉移到工作上 而不去想就是想要避開所有跟感情有關的事情 然後他其實非常的理智冷靜 會把他所有的智慧都運用在工作上 然後對於感情我們邱老師全杖國王的逆位 也就是說他可能真的就是有一點不在乎別人的看法 然後也不在乎喜歡他的人 可能就是有一種冷漠的狀態 就是他其實心裡跟所有的人都保持距離這樣子 在一個比較封閉的狀態 然後他可能就想當一個工作狂 在未來三個月到六個月我覺得 就跟他當朋友會比較好 其實他就是想要一個人慢慢的療傷或者 就專心的應付工作上遇到的事情 那我們再來看你要怎麼跟他相處會比較好呢 如果你還是想要等待他的話 然後第三組的朋友那你要怎麼跟他相處 我覺得真的就讓他自己跟他自己相處會比較好 就是他現在可能不是這樣子 在一種埋怨自己的狀態之中 然後懷念過去 如果不是這樣就是在拚命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他整個狀態真的不適合任何人去 進入到他的生活中 他其實緊抓著那些讓他生氣 讓他忘不了 讓他難過的回憶 他實在是沒有辦法忘記 然後可能對方 對方的條件就剛好是他的理想型 可能是這樣 然後到最後 離開了他 我覺得 可能是選擇了別人 然後其實這個對象有一點 被虐傾向 就是他會 甚至愛上了為對方心痛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繼續等待他的話 你可能會等非常非常久 那到最後你有可能會想要放棄 除非你就真的 你也不急著談戀愛結婚 那你可以慢慢慢慢 就是在對方的身邊 像大人哥這樣 那我覺得其實他對於其他的曖昧 或者想要接近他的人 他都會沒有什麼心情去認識別人 就是 可能就是那種 有一點懶懶的 不是很想要重新認識別人 會覺得說 好累喔 我還要從頭 從頭 從頭 從頭介紹自己 然後要把自己的喜好告訴另外一個人 就好像要 從頭交一個 重新交一個小孩 他會覺得很 受不了那個過程 可能他真的付出了很多心血 認為對方是對的人 然後結果對方卻離開他了 所以我覺得 他在這樣一個被遺棄的狀態之中 實在很難去 就是不慎想要重新開始吧 就還沒有到那個 準備好重新出發的時機 那你要怎麼做 我覺得你能做的就是 偶爾安慰他 在他跟你聊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如果他沒有聊到這些事情 我覺得你最好不要去提 他其實還蠻容易生氣的 這個狀況真的有一點像 電影 crazy stupid love 裡面的爸爸 就是知道自己的另外一半 劈腿之後 外遇之後 要跟他離婚 然後 他的朋友帶他去酒吧 把妹泡妞 其實他都沒有什麼心情 就是一個很乏味的人 因為他就是 就是無法從那種頹廢的狀態中 振作起來 真的需要很長的時間 那如果你願意等他的話 我覺得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 所以你要怎麼跟他相處 我覺得就 順其自然吧 好像目前沒有什麼別的辦法 那就 祝福選到第三組的朋友囉 我覺得 換一個對象會比較好 但是你可以跟他當朋友啊 就是兩個人慢慢了解 然後慢慢 如果適合大家就走在一起 不適合就 不適合就 你遇到更好的對象 或者說你遇到 真的適合你的人 那 就 就先不要對對方太在意 太執著會比較好 那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節拍 請給我按個讚 或者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也非常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喔 選到第三組的朋友呢 今天我們抽到的是 大悲咒喔 那如果你真的很忘不了對方 你可以常常遲咒 然後回向給對方 希望對方趕快從他的困境中走出來 然後希望你們之間可以如何如何 和進展比較順利 希望你們之間就是 越來越了解彼此等等 那就祝福選到第三組的朋友囉 希望你越來越順 然後來另一刻 請別人來了 請防止 走 按照 按照